国民党立员党团总赵傅昆奇 率团访问北京 27号会见了中国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 两人一直喊出两岸一家应该多多交流 随后国台办就发声明表示 愿意捐赠组合屋给花莲震灾 7年一早中国文旅部副部长更宣布 恢复福建民众到麻祖旅游 接着再开放到台湾团旅 对此旅行业者乐观其成 呼吁政府赶快接求 但民进党立委质疑 中国持续派共激绕台 同时抛出小利小义 只是把开放观光当成政治工具 国民党立员党团总赵傅昆奇 率团访问北京 27号晚上在人民大会堂 会见中国全国政协主委王沪宁 两人这手一握完 国台办就发声明表示 愿意捐赠组合屋给花莲震灾 28号一早大陆文旅部副部长更宣布 率先恢复福福建居民到麻祖旅游 等平坦到台湾的海上客运 直航复航后 再开放福建居民到台湾团旅 散款是充足的 政府的经费也是充足 是不是有这个需求 应该是实际的一个状况 两岸对等交流 不应该预设前提 或者是有任何政治的一个考量 其实都会让大家有所质疑 中央没名讲 到底接不接对岸这苛求 但旅游业者认为 这象征两岸观光破冰 韩话政府赶快解除6月1号 组团到中国旅游的禁令 不过前一天 王沪宁财大战 国民党在立院新会期之初 组团来访问很不容易 也很有意义 两岸都是中国人 应该越走越轻 傅冠奇也强调 自己带来台湾的新民意 希望能恢复两岸大交流 让台湾深深感受两岸一家 引来绿营质疑 这开放部分观光 背后难道有条件交换 这样的小利小异 其实并不值得 弃说一些灾情不顾 而执意前往北京 中国还是拿这个 作为政治的工具 傅冠奇应该要求 中共飞机不要再咬开 这如同对家人的家暴 傅总招此行 带回了这份观光业大礼 不论是否和对岸 早就套好招 现在就等中央如何接招 街上令明红台北 三个不论